在天坟炼气塔遭到摇胜挑衅的萧炎 正欲最后一击 却被柳琴阻止 突然现身维护萧炎的紫炎 让包括柳琴在内的所有人畏惧不已 随后萧炎开始了 强绑大赛前的最后一次修炼 谁知这期间塔内能量突然异常暴动 暂时平息塔内暴动后 大长老苏谦找上萧炎 希望其在日后能助内院封印塔内的异火 萧炎答应了苏谦的请求 可他知道 要获得接触陨落心眼本体的机会 唯有成为强绑大赛前十的强者 小营哥哥 这场大赛可比内院选拔赛水平高多咯 看来这次得全力以赴了 不然想要进入前十还真不太可能 小营哥哥一定行的 我行不行还不敢肯定 不过妮子上的话 想必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是啊 薛儿有实力却不上 真是浪费机会 小营 希望我们别在大赛一开始便撞上了 那样的话可实在有些尴尬 林学长可是强绑第二 如是开始就遇见 那也只能说是我倒霉了 那可不简单 对于你那速度 我可是心计得很的 以林修衙的实力 竟会忌惮萧炎的速度 是萧炎什么实力啊 难道也极为恐怖不成 前几日我们又去了深山 这次可如愿了 别提了 那畜生也不知道发了什么疯 一见面就开启狂暴血脉觉醒 若不是我们跑得快 恐怕连大赛都参加不了 合不到就算了 反正只要能进入强绑前时 便能够到天坟练起塔底层 接受本源星火断体 到时候你们也能够借此 踏进窦王级别 希望如此吧 听说你在塔中 又与柳晴那帮人有过冲突 他们在墙榜上有着不少用盒 若是在比赛上遇见 你可要小心点 这天我等了很久 希望这次你运气能好点 就是这女人当日打了我一巴掌 你若想要我给你机会 就必须给我出这口气 不过赛场上 我会帮你逃回来 既然人已到齐 那么内院强绑选拔赛正式开始 下面桶中有二十五个蓝顶签 二十五个红顶签 票数都是一到二顺度 颜色不同数字一致的两个人进行对决 接下来十人一组上台抽签 快看 是霸枪柳晴 这不霸气与强蛮的灵力气势 恐怕整个内院也只有他们具备了 李秋雅 我要跟你运走高飞 快看 第三个人是谁 怎么上去的 不知道 我看不见 根本没看见她的身影 这速度也太恐怖了吧 他这身法等级不低呀 这个小家伙怎么会风雷阁的不传之计 这个小女孩是谁啊 她也会原来参加窗帽大赛 原来参加窗帽大赛 你开什么玩笑 怎么小个丫头 看不到我 看不到我 丹药要吃完了呢 知道了 在此之前 我要提醒一下 大赛意在锤炼 而非拼生死 还望下手时 掌握好分寸 这老托可真啰嗦 我先去抽签了 大赛意在锤炼 而非拼生死 红帝十五 大赛意在锤炼 而非拼生死 祝愿你抽到和柳琴相同的主妾 大赛意在锤炼 而非拼生死 蓝帝十五 好 该死的混蛋 没想到锤炼哥哥的对手 又是白城 这家伙真是隐魂不散 手下败将罢了 那家伙对你怀恨在心 虽然你不拒他 可也要小心点 第一场比赛 十八号对战